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外遇版本的新無雙烈 自從奧丹姆守護者出來 每個職業都可以玩個無雙 每個版本都會稍微的調整 那這個版本玩下來是有帶 極克索的還是最好用 但無雙的缺點就是太貴 他必須在每回合打出最強的卡 所以就是每張的單卡都要很強 那強的就是傳說的效果會比較多一點 很多觀眾都會問我 龍烈跟無雙烈哪個比較強 龍烈的話我是覺得比較簡單 比較推薦給新手 那無雙烈就是給有自信啊 每回合知道在做什麼事情的人玩會最強 第一場打的是法師 其實我看到烈焰戰鬥法師直接留下來 如果我們打法師123都順直打的話 是很難會輸他的 那除非這無雙法也是很順 每一回合都可以跟上我們 惡廢直接丟下末日緣者 我沒辦法處理 除非我們惡廢有進一個惡攻的生物 然後這裡又有把刀就可以解掉 那很可惜 沒有照著我們的節奏打 其實場面只能送給他 3費掛秘密 我們能猜測無雙法會掛的秘密就是 冰甲或者是火焰機關 4費丟了個駭骨雲林 可以解掉 但是重生解不掉有點麻煩 結果右手神抽抽了個 輔巢飛龍啊 直接把他解掉 所以我就說單卡一定要放 各個很強的卡 因為牌組就是這樣 有放就會來 那你說不定就可以開個上限 他也是很順 6費直接丟下妮諾 我6費不能打滿 我只能丟一個2加3 讓他自己去碰撞 希望是不要有切 那丟個過度自信的獸人 下回合可以西亞梅特撞掉一隻 其實不太好 那我們就選擇 衝刺加瘋怒直接解掉兩隻 順便可以防個咒術召喚也好 那打一下 這個是含冰甲 冰甲的話沒什麼關係 主要是怕他太順 結果他 也是跟得很緊 7費又丟了西亞梅特 這裡衝刺瘋怒選得很好 因為他不會死 我也比較難解掉他 手牌很尷尬 先追蹤一下 發現了閃避飛龍 很好 那就可以再把他的怪給解掉 而且我的怪還可以活下來 極度冰凍丟下來 還有兩隻水元素 沒關係 準時容後的話 算是很強的一回合 看一下容給的如何 蠟燭先丟下去好了 這個 惡魔獵人的容 我們就先不丟 因為我知道他可能也有結倉卡 結果他這也跟得很緊又有容後 我們巫雙根本是神仙打架 每回合都把事情給做滿 難道 10費只能丟 納格蘭衝擊 納格蘭人的衝擊 只不過 這樣子優勢交換會被換掉 所以我們選擇 看能不能抽到我們的自尊卡 抽到 要俯衝的絲鳩獸 那還好 這樣子還是可以加減解一下 擊殺命令就拿來解怪吧 下回合再丟下我們的自尊卡也行 我們的怪死掉也可以順便疊一下 尼斯蘭德瑪斯 這名字也是特別難念 死月多隻就可以增加 召喚出兩隻怪的費用 那我很想要控制在9費 就可以叫出兩隻 克洛許王 兩邊都很順的情況下 他的容後居然先摸到我的頭 還丟了個法力巨人 那真的是還好我有自尊卡 自尊卡的話可以解一下他的生物 兩隻88 我可以叫出4隻44 全部自殺 我們看到就是9費 剛剛好 會不會直接叫出克洛許王 沒有 只有一隻 藍龍 那我們有法術了 直接神奇的妮諾撲呼掉 場面全部被解掉 難道只能用那個男人 12滴傷害 直接全部打在頭上 場上空場的話是最舒服的 可以全部打在臉上 變了一個變蛙術 那也是很曬 都可以有這種 正面效果 被冰起來 所以也沒辦法塞弗瑞斯斬殺 先湊一下 巨型又龍 那只好把他怪給冰起來 不要讓他動 他冰我的 我也冰他的 洗牌洗了我一張 735進去 這裡直接被掃場 烈焰風暴 哇 手牌快沒支援了 但我覺得塞弗瑞斯 可以再忍一下 這裡拿弗丁出來 其實根本沒什麼意義 仔細算一下他血量 13滴 我們天生技按一下 壓到10滴血 可以拿個炎爆術 結果他卡德加這裡 創造之地 閃避精靈龍 場面都被解光光了 而且下回合還會死 右手神抽 一張放狗 那塞弗瑞斯丟下去 剛好可以拿一張 嗜血樹直接把他帶走 哇一個神抽耶 那也是剛好他有鋪場面 我才行啊 他如果是發現什麼 卡爾圖特防衛者 我應該是更沒機會 那第二場 一樣打的是法師 那這場是 其實有神明的 所以看要不要 準時丟下來 但我選擇丟個 精靈龍 因為我手牌 沒有太大費用的東西 所以我不用去 準時拿成長 我們這個神明 可以拿來斬殺也行 實荒者智謀抽到了一個至尊卡 因為我們不想丟下石鑠獸 石鑠獸會被天生技點掉 很虧的 那石鑠獸拿來截怪 是比較好一點的 就算是 打快攻會留石鑠獸 但打法師不會 打法師的話 就會被天生技點掉 所以就不太想要去留這張卡 如果要玩無雙系列 沒有打副本的話 好像真的不太行 因為副本有很多強卡 法力任暴也是一定要的 那滅龍爐看一下 有沒有機會射到他的臉 或者是他的法力任暴 我自己不會想要去解個3-2 因為會浪費傷害 這個極克索我會比較想要 貼在臉上的武功 丟下卡爾土特防衛者 那下回合是可以丟下 我們的輔巢飛龍 再拿一張零費的沉默 但這樣子有機會會 丟到我們的卡爾土特防衛者 那就會讓他補血 所以我選擇比較保守的方式 直接拿個群區 那因為燒線了 所以沒有打到這張追蹤 我怕會來不及 現在的網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隔壁家鄰居都會偷偷搶我的WIFI吧 到底是誰 洩漏我家的WIFI密碼 那可以先動物夥伴看一下 有沒有機會斬殺 直接是胡佛的話 那就可以直接斬殺了 放狗 直接把他帶走 這個追蹤的話 可以多看一張的斬殺牌啦 所以也是蠻重要的 可以當回合 發現一下就發現一下 第三場打的是惡魔獵人 起手123起手非常不錯 沒有一費生物 直接丟下魔眼光束 或者是他覺得 這個矮人狙擊手 太有壓力了 如果丟下戰鬥全魔 會直接被解掉 那他果然有 我們三費的選擇 可以直接拔起龍刀 解掉這戰鬥全魔 腐蝕吐息的話 可以留給薩特監督者吧 4攻的攻擊力會比較大一點 那他也有薩特監督者 這個神明的話 我本來是 想要留給比較多的場面 再解一場 但下回合可能要直接丟了 我們可以拿順劈斬 順劈斬就是 對兩個隨機手下 造成兩點傷害 那也是直接拿順劈斬 把他斬掉 再丟下個戰鬥全魔 下回合可以丟下我們的 輔巢飛龍 那看一下右手能不能進個 惡廢手下 或龍的 精靈龍不錯 那就可以直接丟下來 這個刀拿去解怪好了 不用丟下輔巢飛龍 輔巢飛龍的話 可以拿解他的中型生物 如果他是中速惡魔獵人的話 對齁 這一場的好像是 還沒改版前 你們就知道我多忙碌了 我放學的時候 今天就有個妹子搭訕我 他好像是個cosplay 然後我想說 我的魅力這麼強大嗎 他怎麼要來搭訕我 結果他竟然是問我說 你的摩托車要發到什麼時候 因為我的摩托車是比較舊的 發動要一點時間 發動的時間就會一直 動動動動動動 很吵 那他好像是要 要排Vlog來什麼的 然後就跟他說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應該在一下下就好了 結果我在發了那邊5分鐘 然後他就直接跑走了 真的是讓我 誤會一場 我想說 平常cosplay 不是都是 別人要去找他合照嗎 難道他是要找我合照嗎 那說這件事情 好像不能怪 怪上 別人搭訕我 所以很忙碌 是要怪在我的摩托車上面 沒辦法 沒辦法 你從這件事情當中 不只看得出來我被搭訕 其實我也是個 很會習物的人 我就是很珍惜物品 能使用就是 能用到把它弄到壞為止 我不會隨便的換東西 我不會想說 媽媽我要近戰 我一定要近戰 媽媽我要蘋果 我要Apple 我要Apple 這裡也必須跟 沒有錢買Apple的 或者是很想要買那些 高尚的物品的 觀眾朋友們講一下 貴的東西不一定會好 像iOS 很多的功能都沒有去提供 因為大家還是以一個主流為主 像今天安卓比較多 所以 廠商都會推出安卓的東西 會比較多 如果哪天iOS會比較多的話 那再說啦 那iOS如果很多的話 就代表它已經變成平民價了 而且通常比較貴的東西 壞掉的話會越難去修理 維修的話 費用會更高 像是比較好的摩托車 你要維修的話會更貴 蘋果電腦 蘋果手機 哪個地方出的問題 那個維修也都是很貴的 電腦一般來講應該是不會買到蘋果電腦啦 因為蘋果電腦也是很多地方都不支援 像是我朋友之前有買過 他光是沒有Windows系統 如果你要Windows系統的話你就要去買個 雙系統 那又要花錢 然後很多地方又不支援 就是跟大家都是不一樣的主流啦 所以玩遊戲的話應該都是不會去買蘋果啦 除非你是想要設計呀 或者是想要寫程式才會去買蘋果吧 那就是因為我們有這種超乎常人的邏輯 七費才可以準時恐龍馴服者布萊恩 他這裡直接選擇抽牌 那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掉我的克洛許王嗎 暗影天窮的話也會丟到他自己的怪 解不掉 那我們仔細算一下 右手技能的一個腐蝕吐息 是剛好可以把他帶走的 欸不對 是一傷一滴 神秘的話可以拿風怒 可以天生技把他帶走 那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明天到按讚數目標 也會準時發片喔 MING PAO CANADA DA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